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商投资中国 财产被掏空 投诉无门 美国5月份新增就业超出预期 CPI将成为焦点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美国对俄国和俄国实体实施了一系列的制裁 随着中国大银行撤回对俄罗斯相关交易的融资 一些中国企业开始转向边境小银行和货币经纪人等地下融资管道 据内部消息 接下来6月份将会增加吉林银行 长春农商银行 长春发展银行 沿边农商银行作为管道 这些新增的银行将会共同使用灰春银行的卢布通道 当然了 相信中国的智慧 地下管道也会越来越多 本台记者专访中国东北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网络大V 他认为中俄此举是各取所需 抱团取暖 中共在欧美多方面的封锁制裁之下 在国际上愈发的孤立 且国内的经济每况愈下 在这种大环境之下 急需强化一带一路的作用 也为产能过剩寻找新的出路 作为一带一路的东端 和俄罗斯远东经贸合作愈发的重要 而俄罗斯在欧美的上万条的制裁的情况之下 也需要大量的对外经贸合作来获取战争资金 因此中俄一派即合 在中国东北和远东加强经贸合作 被避免用SWIFT国际结算系统实现去美元化 双方实施本币结算变得至关重要 但是提醒中国人不要忘记 19世纪末 俄罗斯侵占东北 早就寄予东三省了 触角已经抵达了大连旅顺 并且为争夺东北控制权 发生了日俄战争 虽然现在中国实力对比俄罗斯占了下风 但是一旦中共国孱弱 俄罗斯再次占领中国东北 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与熊共舞不会有好下场 疑似遭到央视出名的女主播欧阳加丹 近期仍然在个人抖音账号上发布新影片 先前他在深夜发文表示来生不愿为人 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 纷纷针对具体的原因展开讨论 资料显示 欧阳萨丹1999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 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 后进入了上海电视台工作 在2003年转入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经济频道 从2011年起开始担任央视新闻联播的女主播 并且持续到了2020年的4月底 遭到了中共政府的调查 之后2023年6月份被移出央视网的主持人名单之中 先前欧阳炸单发布了一段3分04秒的短视频 他讲述自己的人生的感悟以及一些心态 坦言来世不愿为人 只想做一棵树 这句话引起了网友们的猜测 是否使他遇到了不好的事情 随后有网友在X平台发布推文表示 我认为欧阳炸单恐怕少说了两个字 应该是来生不愿为中国人才对 2020年的4月19号 中共官方通报 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落马受查 当时多名央视女主播涉案被带走调查 欧阳炸单也是其中之一 他在2020年的4月28号 主持新闻联播以后彻底的消失在大众面前 报道说 目前无法指导欧阳炸单和孙力军的真实关系 但是中共高官和央视女主播关系暗昧的情况并不少见 中共央视被称为是中南海的后宫 卷入中共前常委周永康案的央视主播沈冰叶英春 在周永康落马之后一同销声匿迹 当时也曾传出欧阳下单卷入周永康案 据海外中文媒体的报道 据说欧阳下单是在周永康的安排之下 成为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播 新国脸没有靠山 正因为他想找个靠山才卷入了周岸 越网海外的中国人权律师杜文发文指出 他听到欧阳下单被央视除名的消息时感到十分的震惊 还有网友在X上发推文说 欧阳下单应该是已经看透了中共官员的肮脏与无耻 才选择离开央视那个环境 欧阳下单应该是回想起相关事件 才会有感而发 表示来生不愿为人 杜文表示他听说欧阳下单应该是主动离职 且欧阳下单的抖音账号 在6号上午仍然有更新的新影片 应该还算是正常 没有那种被迫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而感到悲愤的迹象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篤然也表示 我同意杜文的看法更可信 但还是有不少网友认为 欧阳下单是因不愿意接受中共政府官员的前规则 而被迫离开主持岗位 随着正义人士不断的协助与曝光 中共活摘器官这一灭绝人性的罪行 逐渐的被国际社会知晓 然而中共不但不思疾惑 反而通过恐吓等手段 压制揭露活摘器官的罪行 18年来迈塔斯不辞辛劳的奔波于世界各地 向世人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有一次在揭露活摘器官的会场 现场问答环节当中 一名自称是中共政府远警官员的男子打来电话说 你不怕死吗 你这是在粗暴地干涉我们党的内部政策 我们会报复你的 你不怕吗 迈塔斯先生态度坚定地告诉对方 如果你不喜欢我说的话 那就努力阻止中国器官移植滥用 不要威胁我 今年的6月1号到5号 在费城举行的美国移植大会 这是北美规模最大的会议 汇集了数千名器官移植领域的从业人员 托尔斯腾特雷医生负责一个叫做 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组织的机构 多年来他们一直有份参加一年一度的大会 向运会者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然而在去年的11月份递交展位申请之后 一直没有收到回音 直到今年的1月底 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 告知不欢迎他们参加 美国移植大会团队和协会 已经决定在2024年改变方向 特雷博士告诉大纪元时报 这可能意味着任何事情 并且质疑美国器官移植大会 是否试图隐藏某事 今年的4月份 他收到了移植大会的另外一封电子邮件 要求提供有关其展位员的详细资讯 以便有机会重新考虑 然而在月底又被拒绝 中国器官摘取研究中心的 傅敏博士对大纪元表示 这没有道理 医学会议两次拒绝 都有大量的控制的展位 第一次约有半个 第二次约有四分之一个 2017年 当加州参议员乔尔安德森 试图通过一项谴责 强制摘取器官的决议时 他周围的州参议员 接收到了中共驻三番市领事馆的来信 警告他们不要支持这项决议 在参议院会议的最后一周 他18次试图将该决议提交到众议院表决 没有通过 安德森向大纪元表示 对中共官员的一封信 能在美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深感失望 想到加州或者是任何美国立法者 会受到中共政府的影响或者是恐吓 真的是令人恐惧 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信心 看到暴行时 我们会大声疾呼 就在去年的3月27号 通过各界的努力 美国国会以近乎全票 通过了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提出的 停止强制摘取器官法案 随后中共大使馆名叫周正的官员 向史密斯先生的办公室 发了一份愤怒的信件说 中方坚决反对这一荒谬的法案 并且要求美方立即停止 毫无根据的炒作和反华行动 史密斯在3月份国会听证会上表示 沉默是不可接受的 沉默不是一个选择 特别是对于医学协会和企业来说 如果他们保持沉默 他们最有可能成为这一令人发指的 反人类罪行的同谋 近期大局员收到投书 台商陈玉山赴淮南市投资 财产被侵占 但是司法系统不作为 由于当地的政商环境恶劣 他投诉无门 故诉诸媒体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 得到一个公正的处理 他呼吁别伤透台湾人民的心 破坏两岸的和平统一 现任中华民族志工党 党主席的陈玉山告诉大纪元 他是在2010年香港招商会上 被淮南市政府招商引资来的 2011年他和淮北天象集团的孔令发合作 新成立天沃公司 合作开发238亩地块 近淮南台湾风情商贸文化城 宝岛明都 山南一号是推广的名称项目 约定他出20%的土地款 孔令发占80% 2012年陈玉山缴了20%的土地款 共4773.6万元 但是孔令发的资金一直没有到位 导致山南一号项目迟迟无法开发 直到2017年 孔令发联系北京上荣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融资 上荣公司安排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 李慧长龙投资合伙公司 借款1.5亿元 抵押公司90%的股权 又从发包工程总包的江西建工 拿了5000万元现金 总共加起来2亿多付了土地款 项目才开始开发 陈玉山说孔令发把他的家人全部找来公司工作 俨然使家族企业 但是他却在里面动手动脚 融资了3.5个亿 变成了公司的借款 孔令发还伪造公章 公告把我开除 2022年的6月份 我发现他把房子侵占了 抵他私人的债务 搞走了1000多万元的现金 我举报他 他就用黑恶势力把我们赶出去 我儿子被打 还打我 我报警 他被刑事拘留的时候 我跟政府要求 因为我是合法的工商登记的法人代表 我就是董事长 我才可以回来 2022年的9月份 孔令发被刑事拘留 但是22天就被取保候审放出来了 陈玉山透露 他被刑事拘留的时候 他的东西留在办公室里 他家人给他来整理档案 结果竟然有8个账本没有带走 3.5亿非法集资的8本账册 全都是孔令发亲自手写的 里面不罚公务人员 有公安局的 法院的 管委会的 税务局的 等各单位的人员 另外有134套房子的名册 包括人名 楼栋号 面积 身份证资料 地址 手机号码等 目前此案最难的部分是公检法的腐败 孔令发曾放言 若期受到法律制裁 淮南官场将会地震 孔令发有一个亲戚叫做孔令行 是原淮南市副市长 曾封管公检法 非法集资3.5个亿里面 很多都是公检法的人 拿到了非法集资抵押的房 孔令发到处录音录像 哪个官收了他的好处都有把柄为他站台 陈玉山表示 他对安徽的投资环境感到绝对的失望 你说这地方能好到哪里去呀 贪污腐败很严重 很多朋友都在安徽在了跟头 在安徽的陆安 霍山 好几个台商工厂 被本地人霸占了 陈玉山说 他向安徽省台办国务院国台办等单位投诉协调申请 被告知此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他们不能干预司法 要相信司法公正 但是执法者严重偏袒了 那谁来纠正 谁来监督呢 美国5月份非农就业人口急增 远超乎经济学者预期 加上薪资升幅也明显提高 这一数字可能会削弱美联储降息的动力 据劳工部的报告 5月份新增非农业就业人数27.2万人 高于之前12个月的平均增幅23.2万人 远高于市场预估的19万人 也多于4月经修正后的16.5万人 5月份的失业率也意外的上升了0.1个百分点至4.0 高于市场预估的3.9% 这是自2022年1月份以来的首次突破这一水准 由于这份就业报告是联邦储蓄系统下周会议前的最后一项重要的经济数据 原本坚持联邦储蓄系统将在7月份启动降息的花旗集团 也在报告出炉之后把联邦储蓄首次降息的预期时间点延迟到9月份 据CNBC的报道 信安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全球策略师西马沙俄 针对周五的就业报告说 前进一步后退两步 今天的数据削弱了近期其他经济数据所传递的美国经济降温的信息 并且关上了7月降息的大门 沙俄表示不仅就业增长再次出现了爆炸性的上升 工资涨幅也令人意外 两者都与美联储开始放松政策所需的方向相反 就业报告公布之后 智商所的Feedwatch指标显示 交易员将9月份降息的可能性降至56%左右 这比周四下降了约12个百分点 一天前市场隐含12月第二次降息的几率 降至68%左右 据彭博社报道 摩根史丹利益团队则坚持表示 我们认为美联储将失业率上升 视为经济进一步放缓的迹象 Citizens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全球市场联席主管 埃里克·美利斯说 在市场参与者试图预测美联储利率变化的时机之际 所有目光都聚焦在通胀数据上 这份报告并没有增加美联储即将降息的紧迫性 鉴于就业报告的强劲表现 下周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将成为一大焦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 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